今天大部分地区出现恶化 尤其是沙拉越的斯里安曼 空气污染指数在下午5点一度达到407点 但是不久后 环境局把数据下修为379点 截至傍晚7点 斯里安曼的指数上升到392点 处于危险水平 霹雳州的斯里曼容空气质量从中午开始变差 突破200点 目前处于230点 属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根据环境局的空气污染管理系统 截至下午5点 沙拉越州的斯里安曼 以及霹雳州的斯里曼容 阴霾情况是持续恶化 斯里安曼在早上10点是录得377点 可是来到下午5点 空气污染指数已经上升到407点 至于斯里曼容 早上9点是录得183点 但是下午5点 空气污染指数上升到229点 转为非常不健康水平 另外有几个地区 直到下午5点 空气污染指数都依然维持现况 分别是佐汉史迪亚230点 波德山203点 如来205点 以及古晋214点 全国至少有29个地区 处于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 由于跨境烟霾来势汹汹 国内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已经开始突破100点 陷入不健康水平 分别是彭亨的大马路133点 霹雳太平113点 布城181点 郊赖149点 以及巴东穆达156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